人要脸 树要皮 桂皮树剥皮之后会死掉吗 剥好的桂皮 为什么又要把表皮去掉呢 桂皮树一般都要种到五年以上才能使用 像这一棵就是种了五六年的 这棵是种了四五年的 这棵是种了七八年的 这棵是种了十几年的 这棵是种了四五十年的 你看 它这么大了 是我爸爸小时候我爷爷带它种的 它有十几米那么高 越桂树它种了越久 它的树皮就越厚 但是它的香味跟它的厚度是没有关系的 真正决定桂皮香不香的 就是这个桂皮里面的含油量 紫黑色那层就是桂油了 桂皮香不香 就是看含油量多不多 含油量越多它就越香 每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桂皮树刚发一点心压出来 这个时候是拨桂皮的最佳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桂皮里面的含水量最高 所以比较容易拨下来 桂皮它也不容易损坏 拨桂皮首先量好长度 用刀环隔一圈 把桂皮把桂皮分成一节一节的 然后从中间树隔一刀 把树皮分开 然后慢慢的把皮拨下来 熟组练的话一天也就拨过两三百斤而已 拨下面的部分桂呢 一定要把树砍掉 一来是方便拨上面的桂皮 二来砍掉上面的树干 来年树根这里才会长出新的树芽 新鲜拨下来的桂皮 表皮上会有苔鲜跟泥巴 不够干净卫生 拿来卤肉的话会发苦发色 所以不会直接使用 还要把表皮给刮掉 刮去表皮之后 里面的肉就是肉桂 但肉桂虽然说比较干净卫生 但是它味道比较平 比较淡 不够香 不够浓郁 像这种 里面有一层紫黑色油层的 这种就叫油桂 这个产量很少 很稀缺 桂皮里面含有油的 大概就是百分之一 这一百棵桂树里面的话 大约上是有一棵是含有油的 所以你在外地很少见 这我们原产地广西才有 桂皮香不香 就是看这个含油量高不高 含油量越高就越香 所以油桂比普通肉桂 还有带表皮的桂皮 都要更好些 平时见 您炖个一锅肉 您只需要放这么一小片油桂下去 就足够香了 连骨头都是香的 如果您想要油桂 点头像 见我直播间 都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没有中间商差价 原产地高货 价格实惠